能不胜防之势 在刘炳章的督治下 前线官兵进行了认真备战 前敌最高指挥 浙江提督欧阳利剑 亲率本镖练兵和楚勇 三千五百人驻金基山 防守永江南岸 北岸昭宝山 由济明提督杨齐珍的淮军六营 两千五百人驻守 另有济明总兵 前玉星统领练兵及淮军 三千五百人 作为后路侧应之士 昭宝山的微远炮台 金基山的静远炮台 和小港口的镇远炮台 归淮军将领守备无节指挥 第八八五 二月二十八日 古巴率四艘法舰 实抵正海口门 三月一日 清军率先发炮 由于正海守军 整个代弹 同仇抵抗 法舰企图冲进永江 消灭南洋三舰的图谋 始终未能得逞 此一之后 法国舰队再点无力本上进 台湾战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南疆战场 中法风烟再起 炮火连天 清政府为了应对法军 对中国沿海和台湾的进攻 采取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越南北齐 签字法国侵略军 一方面从云南 派滇军进入越南北齐 另一方面 从广西这个方向进入越南 但是滇军当时被法军 牵制在雄光这一带 寸步南进 这样的话 由潘顶新所率领的贵军呢 就成为了越南北齐战场的主力了 然而 南疆战士却充满了诡诀的变数 这让潘顶新始料不及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生经历 竟是如此大喜大悲 大起大怒 光绪十年的八月 潘顶新率部 向越南的船头狼甲进军 结果 被法国人的遗迹门棍 打得晕头转向 法军由此城市北上 先取亮山 继而攻入国门镇南关 让他稍稍松口气的是 不久清军 又在老将冯子才的直接指挥下 取得了明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 并一举收复亮山 正南关大捷的取得 当然归功于老将冯子才的指挥 但是 与最高指挥官 潘顶新呢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清政府呢 只知道在这之前 潘顶新打了败仗 于是一道预令 把他之后给免了 实际上在这个命令下达的同时 潘顶新 冯子才 又把账打赢了 但是呢 那个命令已经下了 几乎在同时 位于广西平祥市境内的 国家一级口岸 友谊关 古称镇南关 是中国九大民关之一 也是中国通往越南 及东南亚最大最便捷的 陆路通道 在友谊关右侧的右府山路 难以计数的无名墓碑 临次至笔 这便是一百多年前修建的 大清国万人坟 1885年2月23号 和1885年3月23号 法军侵略我们中国 我们展开了这个镇南关大节 光绪24年清明节那天 平祥之府甘里来 发动了群传 把当时陕与各个山头的四海 收集藏与这个右府山律 依次而立的一座座坟营 让人不由地又回到那个心风血雨的年代 缅怀那些万里戍边 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中国军队虽然取得了镇南关亮山大节 法国如非礼政府也因战败而垮台 但澎湖列岛再信敌手 此时中法双方军无心再战 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中法战争宣告结束 这次战争呢 可以说是怀军 他们的历史作用的转换的这么一个时期 他们由对内镇压农民起义 转换为到了祖国的前沿阵地 来抵御外来的侵略 那么这次战争的胜利呢 我想它这个意义呢 就是当然它是为中国以后的发展 也是赢得了一个机遇 一个机遇 光需十年到光需二十年 也就是洋务运动进一步蓬勃开展 这个时期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这个近代历史 与我们现在中国这个领土范围啊 有两大时间不能忘 一大时间就新疆监省 一大时间就台湾监省 台湾监省靠的是什么 就是顶住了发运的进攻 1885年10月12日 台湾正式建设 刘明传出任首任局 七年中 他文攻武略 施展生平报复 立下卓越功勋 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夫 1895年 甲午战争结束后 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 已经开缺回乡的刘明传 闻讯后 病重呕血 也当年不治身亡 十年五十九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